好 涛海星老师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有很多朋友说 学书要先学楷 书法入门要从楷书开始学起 那对于这样的观点 您是怎么看的呢 谢谢 这个问题呢 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因为班着班 也教一些学生 不是先学楷和先学什么的问题 是楷书一定要学 还要学好 要写好 因为楷书呢 里头有三个要点 是楷书培养出来的 第一 规范 你看我们有些大书法家写的字 包括我们不点名了吧 有些人地位很高 写的字是丢了笔画呀 都写的不对 所以楷书是古代叫正书 它能够让你写的字规范 这是第一 第二 楷书的那个技术是最完整的 你在楷书的学习过程中呢 这个笔和人慢慢混为一体了 你这个技术就提高了 因为你挑了最难的技术在写 第三呢 楷书强调正大 庄严 中风 包括中庸 所以这些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你 对你不论写什么题 打了个很好的基础 我们说 不学好楷书写不好书法 或者说这个这个直写楷书也不会写行书 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都是表面的东西 不去考虑这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写楷书就是对你在以上三个方面 对你这个人的技术 人的性情和整个人格的一种塑造过程 因为它是一个经典 你想想隋朝 魏晋南北朝再往后隋唐凯书正式形成以后 现在快两千年了 这个字再没有变化 就是它是整个中华文化里都认可的一个正大庄严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学好它 但不是说一定要学了楷书才能写别的字 这个说法就是太表面化 那书法入门应该从碑开始学起 还是应该从帖开始学起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被有些人给神化了 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 南派北派的这两部分书法家 南派主张学帖 北派主张学碑 我觉得呢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想一下古代 有那么多 古代近代有那么多大书法家 他们也写得很好 他们没有拒绝过写悲客 悲客 不是说写悲客就把你写成工匠了 只有写这个帖才写的活泛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片面的 比如就好像你 你说我只吃川菜 他只吃粤菜 你都吃总可以吧 你都吃营养就全面了 对吧 所以你背和天理都练 都从中吸取它的长处 我觉得这是 就是不要被有些专家说 千万不能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这些说法 我觉得 画画 我自己想这么画 不能说油画 我必须这么画 什么铅笔画 粉笔画 我必须怎么画 我觉得这里头还是要 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僵化了 至于那些悲学和窃学之争 那都是门派之争 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 学习过程中的选择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阎欧赵柳四大楷书里头 如果说你学楷书学谁呢 我呢 主张学流体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严体难学 第二呢 赵孟甫的体呢 是在工程基础上再去灵活 也是第二步的事 那么就剩下欧体和流体的选择了 那宁愿选柳不选 为啥呢 因为现在练欧的人太多了 你练完欧以后 你看我们现在国内一写凯书 净是欧体 包括田银章兄弟 一教学用的都是欧体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容易有自己的个性 你不自觉的就拿那些人写的欧体来和你比 因为现在呢 欧体的教学和欧体的学习 学术界有个说法 已经早都变成伪欧体了 因为大家已经离开欧阳巡了 如果说你要开始练海书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是先写流体选一个帖 哪个都可以 掩体你要先学的话 写他的多宝塔 都是入门的 欧阳巡的特点是这样的 欧阳巡的字呢 很美观 很漂亮 很严谨 但是他又有个缺点 就是他的这个 因为欧阳巡 这个于世南和这个初唐的时候 就唐朝初唐的时候 这几个大书法家写的字呢 当时不叫楷书 叫金利 就是今天的历书的意思 所以他们的字里头呢 一直有历书的影子 好多小的钩啊什么 都没有发育成熟 你看欧阳巡的很多字 其实你像那些钩不存在 就是一个像历书一样 撇过来就完了 所以他的结构很漂亮 细节不够 那又有朋友问 初学楷书应该从 哪一大家的楷书开始学为好呢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 初唐是储随良于世南和欧阳巡 这基本上三个同期待的人 这个初唐的高峰过了以后呢 就冒出来的是严真卿 严真卿自称体系 严真卿去世的时候 这个柳公全才不到十岁 所以柳公全自称是颜真卿的学生 其实是他一直学岩 学岩他想从岩里头突破出来 他就把岩的那种肥 变成了他的骨头了 那么柳公全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柳公全是皇帝身边的一等秘书 他有完全充裕的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字的细致的结构 所以我经常讲 柳公全把凯书已经完善到后人 一笔都加不上去 一个钩都改善不了的程度了 所以柳公全是技术最高的 那么柳公全做到顶了 比严真卿还做的细致 和柳公全的性格有关系 他在皇帝身边工作 他没有严真卿那么豪放 所以他追求精美和精致 那么再往后到了赵孟府 赵孟府就开始做减法了 就是开始把行书引进凯书了 所以赵孟府和柳公全比起来 他就是开始做减法了 所以要学好凯书 就从柳公全开始 因为柳之前没发育好 柳之后开始减笔画了 那么中间的高峰就是柳公全 柳公全一练流体 你最后写行书草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好多东西是得心应手 楚隋良我不建议练 楚隋良就说 你这一个还没有最成熟的东西 你拿着照他写 不好就像我和刘炳僧先生也很熟 刘炳僧先生说 不要照我的历书写历书 你不如去淋这个汉杯去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走捷径 直接淋的就是刘炳僧 我是这个看法 又如何看法 不认识 我记得我 我也是会分享 我提еты 我态的 也就是 我态的 我态的